叶次长,各位首长,各位委员图人,大家好。主席,我请叶次长跟曾大人局长。 有请叶次长,曾局长。 邵委员,您好。 次长好,局长好。 委员好。 因为现在我们曾大人局长是高工局局长兼国工局局长。 是,那这个工程,舞阳段的这个工程,那是高工局的还是国工局的? 他在98年2月4号之前是高工局在主办,包括他建设计划的拟定跟城河跟核定都是高工局。 他是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吗? 是,他后来因为基于他工期安排跟整个后续赶工作业的要求,后来交通部是政策决定交给国工局来接触。 就是去年2月4号之后。 好,经贿是在哪里? 经贿是公务预算还是我们交通建设计划? 仍然按照比例分摊就是有78%是属于国道基金预算,22%是属于政府公务预算。 好,所以未来做好了以后变成就是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吗? 是的,是的。 刚才有,我这边特别讲,刚才有立法委员说,争取了十多年终于完成了舞阳段。 他说,其实我个人是这样子想,如果说在整体的规划上,这个舞阳段想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五谷到阳梅,就是我们这一段常堵塞的。 那为什么会堵塞呢?你知道为什么会堵塞? 主要是因为道路容量不够,目前车辆是太多了。 因为这一段五谷到林口这一段,他要过泰山收费站,这个堵大概可能收费站的这关系。 然后林口到中立这一段,才真正是堵塞的根源。 到阳梅这一段,大概堵塞的机会就很少了。 所以说,为什么?因为桃园县啊,桃园县啊,他的所有的连循环道路啊,都是以国道,以国道作为他循环道路啊。 从南坎上,然后到中立下,到新屋下,这一段都不要收费的。 那未来这个纳道国道以后,这个以我们102年继承的,就是完成了以后,继承收费的时候,这一段都要收那个,收费院。 所以,桃园县没有自己的连循环道路啊,连街道路都没有。 他以国道,当作县道十月,以国道,当作便道十月。 所以说,从南坎上来的车子,就到新屋下去的,这个,中立交易到这个,这一段经常堵车吧。 他不要收费的,未来继承以后,这一段要收费以后,谁还上来呢? 加加在桃园的立法委员,或者桃园的这个首长,他要规划的,应该是在南坎这一段,是他自己属于自己县内的这个联络道路。 才合于整体的规划,才符合姓民的这个需求。 所以说,我现在,如果没有这一段,我们去推继承都很困难了。 再加上这一段,哇,桃园一定反对未来的继承。 一继承,这一段就空出来了。 未来这个是,现在是车水马龙,急得晒得不得了,以后是空淡淡了。 我认为,这个部分,桃园线要去规划的是自己的这个连结道路, 而不是靠国道作为限道,或者国道作为变道。 另外就是,我个人对于这个世西啊,就是中华顾问工程师,或者是那个,他成立的投资的这个世西,我实在是没有信心啊。 因为现在的很多规划公司,第一个,膨胀,帐风,就规划的时候啊,十万块钱的可能就规划成五十万,十亿的就归成五十亿耶。 我们当初中华顾问公司规划南干机场的时候啊,是一千三百公尺跑道,多少钱呢?四十五一六千万。 最后南干机场建了一千七百公尺的跑道,多少?二十二一九千万。 还行,还行,补偿会员。 没,当时中华顾问公司规划四十五一六千万的,不含补偿会员呢? 多尼尔228的四行机型。 结果,我们如果说,现在南干机场新建的这个部分,如果按照中华顾问工程师,你看看,多少钱? 那,现在我们如果是单纯以当时一千三百公尺的这个跑道来计算的话, 我们现在的这个土木工程,积电工程这个部分,才四十四亿五千万。 加上补偿以后,二十二一九千万。 你看看,这个就是一帮规划公司,中华顾问工程师做的。 第二个,就是说,不断追加预算。 我们很多顾问公司,好,你刚才讲的,说为了节约时间, 从四百七十亿可以到六百九十五亿,六百九十五亿可以到八百八十二亿。 其实我们很多啊,北澳高啊,或者什么,或者国道五号啊,都在不断的追加预算。 这个都是规划公司,没有,不负责啊。 第三个,就是说,错误了以后,不赔赏啊。 现在,好,资产在这边。 我哪里马祖国内,福澳国内三港,当时中兴顾问社,规划错误了。 不断追加,说土方啊,石方啊,甚至于那个,连那个探测都不探测。 最后现在,大概追加了十二亿多的钱。 还减做了,我们总部做,原来做六座码头,现在还减做三座码头。 提防也减少了,然后工程会追加了差不多十二亿了。 结果呢,仲裁,赔赏多少钱?九千万。 政府会要亏少二亿,还减做了一半工程。 减做了一半工程,结果仲裁只要赔九千万。 所以我是个人认为就是说,我们对于规划公司,重大工程的这个监督, 这个实在是,让我们,像我个人,我们是工程的文化化。 但十多年的立法委员,过来以后,我们发现,政府对于这些规划公司啊, 毫无能力掌控。 任由他们呢,然后我也同样再讲一个,雅兴。 你们现在说雅兴,我想请教一下, 那五阳段这个,雅兴有没有投标? 雅兴有没有投标? 当时也是竞标者之一。 好,雅兴投标完了以后,跟, 市西合作做这个,有没有涉及到伟标? 这个有刑事责任哦,这有刑事责任。 所以说我这一天,在这边,具体的请市长拿出这个。 当然雅兴有投标了以后,投标完成了以后,又跟市西联合做这个规划设计。 不管你采取什么联合办公,或者什么,这个有没有? 在华里上有没有? 请交通部,严肃地面对这件问题。 第二个,雅兴是我们ETC的检测公司。 结果她的这个成员,蔡景洪,违照测试结果,而且还贿赂最后判刑一年确定。 雅兴有没有处分? 有没有处分雅兴? 交通部有没有处分雅兴? 雅兴现在也做马祖国内商港的总顾问公司。 我个人认为总顾问公司这个部分啊,因为我们找不到的人啊,大概他做了。 实际上,接了以后啊,还是一样弊端重重啊。 为什么这样子? 包括仲裁,亏损了十几亿,减做了一半的工程。 然后仲裁9000万,赔赏9000万。 中西顾问社,也在雅兴的这个推波驻浪之下。 我是感觉很奇特的这个现象,我们政府首长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毫无担当。 所以说我第一个,请你具体的,我刚才讲的这个,请你具体的查一下,雅兴既然是联合竞标的,有没有属不属于联合伪标? 而且事后,可不可以联合共同承承承这个规划工程? 请市长跟局长做说明。 我想先做两点跟委员报告了。 第一点就是,委员刚刚提到ETC,雅兴当时有担任顾问的这个部分。 那据我刚才了解是,雅兴的同仁在设诵的部分都没有任何判有罪的情况,是没有的。 蔡锦宏就是今夜跟雅兴合作的? 是今夜,她不是雅兴的职员。 今夜跟雅兴合作这个测试的这个部分? 不是,雅兴的职员的部分,并没有涉及到法律被判有罪的部分。 这部分我们可以把事后资料提供给委员参考。 那另外,有关于那个中华,应该台湾世西这一部分。 他,据我的了解,他们是有一部分雅兴的人力,在他们赶工的人力忙不过来, 是有请他到他们的办公室来协助他来做一些设计工作。 最后迁徒,迁徒都是由台湾世西来负责。 都是台湾世西来负责。 或者再委托,或者共同办公,有没有涉及到伪标。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。 我希望你在这边也不需要回答我太多。 你应该是帮我的意见好好地去做,去做查处。 好。 好,我们请好,公共工程副处长,叶副处长。 叶副处长。 叶副处长。 好。 报告委员,这个部分如果是有涉及这种情况的话, 它是事实认定的问题。 然后也要由这个就是主办机关的, 他就这个采购法上面是不是有这个违标的情况提出, 然后工程会会去做集合的相关的工作。 好,那谢谢与副处长,那我就请处办单位你帮查实后做处理,我们现在暂时不评论说这件事情为不违法,但是要查明,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今天这个政府这个激光有责任那个郭清立志,如果有这样子形同 维标的性质的,甚至于维标后相互分工程在做的,这个在华理上是应该不允许的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